你个死孩子 你说什么胡话 你好好的 怎么会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和别的女子抱在一起 一定是她勾引你的 徐伯文鼓足了勇气 娘 这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不能当缩头乌龟 我和陈大牛没有缘分 老天都是如此安排的 于情于理 我都不该推脱责任 说了出来 徐伯文觉得轻松多了 他上前几步 走到周氏面前 深深地绝了一躬 婶婶 这一切都是我情不自禁者的错 还请婶婶原谅我 我愿意去她为妻 为她负责任 算你有气概 那现在就去我们家里 商量你和玉芳的婚事 今天就要把事情说清楚了 徐伯文点点头 他对苏玉芳微微笑了笑 苏玉芳好似看呆了 他也害羞地笑了 眼里还有泪花 徐伯文只觉得 心都被填满了 你们 你们赶快给我滚 陈虎怒吼出声 他现在只想把这不要脸的两家人赶出去 前世突然推开陈虎 抄起墙角的扫把 就朝着苏玉芳 徐伯文打去 你们滚 我家不欢迎你们 赶紧都滚 周氏和苏玉芳都尖叫地跑 徐伯文挨了两下 很失神气 愤怒地指责 你们太失礼了 幸好我还没有和陈大牛定下来 和你们这样的人结亲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毫无怜耻心啊 我看你才是妄为读书人呢 畜生刑警 给天下读书人都蒙羞 苏三郎也愤怒出声 吴氏和许父也都灰溜溜地跑出去 事情已经成不了了 吴氏当然不会拼向陈家人 我们家的东西你们可不能拿 要是不还给我 我可要告你们 带着你们的恶臭之物 滚住我家 陈虎去把定亲礼搜罗起来 一股脑的全都扔出去 许家的亲戚们非常的尴尬 都默默地跟着许父和吴氏出了陈家 每个人心里都很无语 本来是来定亲的 结果许伯文却和别的女子好生了 这样被人赶出来 如此丢脸的事情 还是真的头一遭 做梅之人萧氏 也是拧着梅一脸难色 苏二郎笑呵呵地 对许氏和吴氏说道 哈哈亲家 你们快请 我家在上面呢 走走走 上家里说去 正好没人都在呢 刚好一起 吴大郎一家人只看着 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李氏最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这许伯文一转眼 就成了苏家的孙女婿 苏玉芳命可真好 都说这许伯文学识好 肯定是能考上秀才的 他以后可是秀才夫人 再往上考那就更了不得了 说不定自己家以后都要巴着二房喝点肉汤了 李氏立马露出笑脸 文哥啊 我们家玉芳可是好姑娘 样样都是顶顶的好 你娶了她呀 就等着享福吧 没人消逝更是一脸尴尬 这样的事情 他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头一回见 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滋味 糟糕透了 还好陈家人没多追究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收场